谢谢王秀恩小姐 真的不愧是讲师 就是讲师十分钟 抓得刚刚好 那没关系 因为带来那么丰富的知识 如果有机会 主务联盟都常在举办 这种教育信念课 那有机会大家可以到 主务联盟那边在去停课学习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指定文讲 林俗 其实我们刚才修英那个土地 去收成的时候我有跟着去看 然后我发现 然后那个修英格先生浴竿 他就指着那个地上 有一些脚盟跟我介绍说 这是青蛙的脚盟 这个是云雀的脚盟 还有什么鸟什么鸟走过去 可是他们就不会去隔壁的 隔壁的田就不会有这些脚盟 所以我就很感动说 你人要吃的你也可以供养一切终生 那我在想 今天我们这本书的分享 有很多专家在做 那我就想了半天 我应该要分享 本来我有想到我的 那我们七七读书会 有吃的夫妻共读嘛 我们的瑞昌雄 他也看完这本书 他就跟我提醒说 我们家又有自然龙法耶 真的吗 我想想到我们家有一棵 芒果树 台湾土芒果树 这棵树毛大概是在35年前 那个我先生的阿嬷 他就是说吃完芒果油 他就说 我们家旁边有半空地 他就把他在那边种 其实没想到 他就这样自己发芽 然后就长高了 从到西盖 到现在已经有三层楼高了 然后他长到十几年了 一直都没有开花结果 然后就有人就高人指导说 树毛他就是太安逸了 就不会 不会想要说去繁衍他的后代 所以我公公的听了别人建议 狠狠的赏了他一刀 很深很深的一刀 那他吃了这一刀之后 就开始很努力的开放 就是植物他在招呼他 就是有一些灾难之后 他就会想要活下去 然后他就必须要翻译之下 从那一刀以后你就看 我们家就开始有那个芒果可以吃了 那我们在座有几位我们的好朋友 就是我的邻居啦 七七独树黑的邻居都有吃到 我们家的煮芒果 那个味道真的很棒 这颗芒果我会送给我爸爸 就是每年我会集合一箱 就是栽栽树黑一下 然后寄给我爸爸 因为就眼前的这一颗芒果 是他六七十年前的一个记忆 然后现在都吃不到了 因为外面的那个栽质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我也不用叫我的小孩上学 因为他的内侧树 丢在我小孩房间的旁边 每天小鸟都会替我叫他起来 然后就有很多的记忆 不是有一天 因为那块地图是我们家的 那地图就是把它租出去了 然后要把人家当作是 那个仓库用 所以他就马上浮上一层水 然后又觉得他说 这棵树长得太茂密了 就是我们把他的枝杆砍掉了一部分 那我有一个原液系的好朋友 他是中心大学原液系的高宅生 他就跟我说 看着这棵树他就摇摇活的说 这棵树它沽上水瓶 它大概活不久了 而且它树被砍掉了 树严重的请劫一边 它大概也活不久了 台湖一来搞不好 它就这样绑下去了 可是一天一天过去 看到这一棵树 就是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就这样子要 好像要死我 心里是很难过的 可是过来 你发现他好像慢慢在搅走他的姿势 他就慢慢改正 然后也没有死了 他这棵树也不会说 因为没有呼吸到新鲜的空穴子 也没死 他反而是把那个水瓶地弄得裂掉了 所以他的生命 他有一个很奇妙的力量 让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测测 那我先生 我先生就说 其实他就是在地的原生种 原生种 在他的故乡里面 就是会长得最好 所以 爱不独立 我们就要 就是 在我们这一块鱼地里面 种人生种 然后他才是最适合我们吃的东西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